好 美中關係也是牽動市場神經的關鍵 美國司法部21號起訴兩名中國公民 因為兩人對美國的國防承包商、防疫研究人員 及全球的其他公司發動駭客攻擊 而這兩人被指與中共公安部合作 7月21號 美國司法部公開起訴 中國公民李孝宇和董家智 涉嫌與中共情報機構合謀 竊取機密信息 此外 他們也涉嫌從全球公司竊取價值數億美元的知識產權 美國司法部表示 李孝宇和董家智多年來參與網絡間諜活動 竊取了武器設計、藥品信息和軟件員代碼等 遭到兩人黑客攻擊的國家包括美國、英國、德國、澳大利亞和比利時等 相關檢察官透露 中共國安部向這些黑客提供了關鍵軟件漏洞的信息 以滲透目標並蒐集情報 另一方面 也許多是民眾和國際協助 中國正在提供一個安全帖 為犯罪者 這兩名中共黑客最近還涉嫌竊取外國有關中共病毒疫苗 治療和檢測的信息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